在中国历史中 有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 而这位被称为 悲惨太后的女性 其命运更是让人心痛 她不仅在战乱中 被敌军士兵糟蹋 还被迫生下了敌人的孩子 令人惊讶的是 她的名字竟然如此耳熟 几乎每个读者都曾经 听过 她的故事为何如此悲惨 她又是如何度过 这段屈辱的岁月 而这个熟悉的名字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为是 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 本应淹没无闻 她出身平凡 原本只是开封一户 普通人家的女儿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时 年轻的为是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踏上一段 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 早年间 为是随姐姐在宰相苏颂家中当差 以此偶然的机会 她在侍奉时不慎一鸟 却被苏颂视为大富大贵之招 这个看似尴尬的小插曲 却成为改变为是命运的转折点 苏颂将她安排到了端王府 成为一名普通的宫女 端王府内自然是美女如云 才女辈出 出到此处的为是 虽有几分姿色 却也算不得出众 她性格温婉 坐视恭顺 但在众多才貌双全的婢女中 并不显眼 然而 正是这份平凡 让她在纷繁复杂的宫廷中 得以安身 此时的端王 正是后来饱受争议的宋徽宗赵吉 作为一个风雅多才的君主 赵吉沉迷于诗词歌赋 对朝政却难尽心理 在她的府邸中 韦氏默默无闻地度过了最初的岁月 然而 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 韦氏在端王府中 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友 乔氏 两个身世相似的少女 在繁华却又危机四伏的宫廷中 相互扶持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他们曾立下誓言 若有一人飞黄腾达 必定不忘提携对方 这份单纯的友情 在日后的权力游戏中 竟成为了为时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 随着时局变化 端王登基成为宋徽宗 在这场权力的更迭中 乔氏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手段 成功晋升为嫔妃 此时的乔氏并未忘记昔日的誓言 他将为时举荐给了宋徽宗 就这样 为时被封为才人 正是踏入了后宫的门槛 对为时而言 这却是一次飞跃 从一个卑微的宫女 一跃成为皇帝的妃嫔 这样的际遇 本该让他欣喜若狂 然而 为时似乎天生就不是那种 善于争宠的性格 他在后宫中 依旧保持着温婉恭顺的本性 并未因地位的提升而改变自己 虽然没有得到宋徽宗特别的宠爱 但为时却在几次成宠后 怀上了龙子 这个意外之喜 让他的地位再次提升 被封为节鱼 然而 在这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 一场足以改变整个王朝命运的风暴 正在酝酿 宋徽宗在位期间 北宋王朝始终笼罩在金朝的威胁之下 为了换取短暂的和平 宋徽宗不得不一再向金朝妥协 在一次谈判中 金朝竟然提出了 要宋朝皇子入金为之的无礼要求 这个要求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不仅对宋徽宗而言 对整个皇室都是如此 作为一个父亲 宋徽宗自然不愿意牺牲任何一个儿子 然而 作为一国之君 他又不得不权衡利弊 就在朝野上下一片愁云惨淡之际 为师的儿子 赵构主动请英 愿意为国分忧 这个决定 让宋徽宗又惊又喜 他为儿子的勇气和担当感动不已 同时也为不得不送走爱子 而痛心疾首 在这种复杂的心情趋势下 宋徽宗大肆封赏为师 将他晋升为龙德公贤妃 对为师而言 这份荣宠来得极为沉重 他固然为儿子的勇敢感到自豪 但作为一个母亲 他又怎能不为远赴异国的儿子担忧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为师总是辗转反侧 思念着远在金国的赵构 然而 命运的捉弄远未结束 就在为师以为牺牲儿子换来的和平 能够持续时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野心勃勃的金人再次难下 这一次 他们不再满足于金钱和土地 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 11126年 金兵攻破汴京 此年 宋徽宗 宋清宗 以及包括为师在内的三千余名后宫嫔妃和王公大臣 被卤至金国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静康之池 当为师被押解着离开那座他生活了多年的宫殿时 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绝望和恐惧 曾经的荣华富贵在此刻烟消云散 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而他的儿子赵构 此时又在何方 这些问题如同利刃 不断折磨着为师的心 一路上 为师和其他妃品们忍受着非人的虐待 他们不再是尊贵的皇族 而是沦为了战俘 甚至是奴隶 风餐露宿 饥寒交迫 这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妃嫔们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然而 真正的噩梦还在后面 当他们抵达金国后 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残酷的命运 为师被安排在换衣局做杂役 表面上是洗衣服 实际上却要忍受惊人的凌辱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妃嫔 如今却沦为了发泄受欲的工具 面对如此屈辱 许多女子选择了自尽 为师也曾多次萌生轻生的念头 然而 每当他想要放弃时 儿子照够的身影 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知道 自己必须活下去 哪怕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再见到儿子 就这样 为师强忍着屈辱 在经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他的坚强和隐忍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 显得尤为珍贵 在经国的日子 对为师而言 无疑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曾经的荣华富贵 仿佛只是一场幻梦 眼前的现实 却是如此残酷 然而 即便在这样的绝境中 为师依然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 金人对这些昔日的宋朝贵族们 毫不联系 在他们眼中 这些俘虏不过是战利品 是用来发泄民族仇恨的工具 为师和其他妃嫔们 每天都要忍受无休止的侮辱和虐待 他们被迫做最卑贱的工作 忍受最屈辱的对待 然而 就在这样的黑暗中 一线希望的曙光出现了 为师得知 他的儿子赵贵 已经在南方建立了南宋王朝 并且谣尊他为宣和皇后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强心计 给了为师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为了生存 为师不得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他改嫁给了金人完颜宗贤 并为其生下一子 这个决定无疑是痛苦的 对于一个曾经的宋朝皇后来说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耻辱 然而为师知道 只有活着 才有希望有朝一日回到故土 在金营的日子里 为师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坚韧 他知道 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活 更是为了那些 同样身险淋雨的宋朝遗族 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同时也在暗中关注着南宋的动向 为师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回报 随着南宋的日渐强大 金朝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在复杂的外交谈判中 为师获得了回归南宋的机会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 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然而 离别之际 他又不免感到一丝愧疚和不舍 临行前 为师的好友乔贵妃恳求他 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回到故土 宋清宗同样向他 表达了归国的愿望 面对昔日的君主和之友 为师郑重地许下承诺 如果在有生之年 未能让他们归宋 他愿以双目失明作为惩罚 这个誓言 成为了为师此后人生的一个沉重负担 他带着这份责任 踏上了归土 然而 他不会想到 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形式的磨难 当为师终于踏上故土时 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喜悦 忐忑 期待 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愧疚 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 让他一时不知该如何自处 回到南宋后 为师被尊为显然皇后 表面上 他终于重获了应有的尊重 然而 现实却远非想象中那般美好 多年的离乱 使得民间对金人的仇恨达到了顶点 而为师 作为一个曾经被金人掳掠 甚至为金人生育子嗣的女人 自然成为了众矢之地 流言蜚语 如同潮水般向他袭来 有人指责他师姐 有人怀疑他的忠诚 更有甚者 将他视为金人的间谍 这些非议 对于刚刚摆脱苦难的为师来说 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面对这些指责 为师选择了沉默 他否认了为金人生育子嗣的事实 试图维护自己 作为一国太后的尊严 然而 这种否认不仅没有平息舆论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猜疑 更让为师感到心痛的是 他的儿子赵构 似乎也对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作为南宋的开国皇帝 赵构不得不顾及朝野上下的看法 他虽然尊为师为太后 但在日常相处中 却显得格外谨慎 这种疏离 对维师来说 却是雪上加霜 他曾经期盼着能与儿子团聚 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 母子之间那道无形的隔阂 让他感到比在金营时更加孤独 与此同时 维师还要面对来自朝廷内部的压力 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一个曾经被敌人掳掠的女人 不配享有太后的尊重 这些声音虽然没有公开化 但却如同一把利剑悬在维师的头顶 在这样的处境下 维师开始逐渐淡出朝廷的视线 他明白 自己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为了不给儿子和朝廷带来更多麻烦 他选择了隐居 在儿子照够的安排下 维师来到了江南的扬州 在城外的一处安堂中不过余生 这里远离朝廷纷争 也远离那些令人心烦的流言蜚语 对于宝经沧桑的维师来说 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时光 然而 即便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 维师也无法完全逃避过去的阴影 战乱的余波仍在继续 偶尔会有过往的官兵骚扰安堂 有些人认出了他 辱骂他为 亡国奸重 这些刺耳的言语犹如利刃 不断提醒着维师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岁月无情地在维师身上留下了痕迹 曾经的宫中家里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 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那些在经营中遭受的非人折磨和精神创伤 终于在晚年显现出来 有时当夜深人静时 维师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那个被宠爱的美丽少女 如今 镜中只剩下一个枯瘦的老人 尽管如此 维师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在这个远离尘消的安堂里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 他开始明白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权力和地位 而在于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他开始学习佛法 试图通过冥想来平复内心的创伤 在儿子赵构的周济下 维师的晚年生活还算宽裕 然而 随着赵构的驾崩 他的处境再次变得艰难 朝中对他的态度逐渐冷淡 甚至有人开始质疑 继续供养他的必要性 面对这些变故 维师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强和智慧 他将自己的生活变得极其简朴 将多余的钱财 勇于周济贫苦百姓和修善寺庙 这种行为不仅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重 也让那些对他心存芥蒂的朝臣无话可说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维师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他的势力逐渐衰退 最终双目失明 有人将此 使为他未能履行当年承诺的报应 但维师却从未抱怨 他接受了这个结果 将其视为生命的自然过程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维师似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他请来一名僧人 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那位僧人听后为之动容 为这位经历了如此多磨难 却依然保持善良的老人感到敬佩 一千二百年 已是古兮之年的维师 在安堂中安享立世 在他离开的那一刻 脸上浮显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仿佛终于卸下了一生的重担 那第一从他眼角滑落的青泪 仿佛是对这一生的总结和告别 维师的一生 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 又从地狱回到人间的跌宕起伏 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悲欢离合 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 他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什么是坚强 什么是尊严 什么是生命的真谛 维师的故事 映照出了那个动荡年代的种种荣辱兴衰 他的命运 既是个人的悲剧 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的坚韧和隐忍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也不应放弃希望和尊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